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仇子艱辛的趙小乔 終於在去年7月 開心來點點寶寶的誕生 一家四口和熱龍龍 點點寶寶更是成為了全家人的團寵 趙小乔竟然在社群上透露 而自劉子泉趁兩個工作之間的空檔時間 立馬趕回家看點點寶寶 一直抱一直紋一直黏著誇張 可以看到照片中的劉子泉 緊貼著妹妹不放 狂聞著寶寶箱 然而看看點點寶寶超萌的模樣 讓大家瞬間瞄動劉子泉的心情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啦 其實日前劉子泉過20歲生日時 也是和妹妹一起度過 說到很開心可以跟最愛的妹妹一起過 一起穿雙妹裝出去 自劇間都能透露出哥哥滿滿的愛 好可愛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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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愛喔